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戏码是 我是无魔王 我 牛魔王 知道有好戏可以看了对不对 今天的戏码是 孙悟空大战牛魔王 好 我们就先来看 孙悟空大战牛魔王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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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用我变出筋钩棒 哎哟 哎呦 師傅 手下敗將 喂 師傅教 你找到兵器了 嘿 目主要奔牛年佛 完這個好嗎 看不出來 這支就是如意金鉤棒 好 我看到這兩個人精彩的對戰 也打太久了吧 是 因為這個牛魔王和孫悟空 實力其實相當 在大鬧水晶宮那邊就是 因為孫悟空要去建金鉤棒 但是為什麼要建金鉤棒 就是要跟牛魔王對戰 那在這一個之前 那牛魔王他為了要爭地盤 所以就是 去侵擾水晶洞 去侵擾他有他的妖怪群 就是侵擾猴子猴孫 所以孫悟空他就要 維護自己的水晶洞 所以才跟牛魔王去起這個衝突 那他們兩個武功相當 武功相當是怎樣 他雖然當初他沒有武器 他沒有武器的時候 他就這樣一直打 四手空拳打 對 但是因為他大刀其實很厲害 大刀是怎樣 長兵器水 因為他比較是長的 所以可以這樣攻擊 這樣砍 有沒有這樣砍 砍久他也會累啊 唉唷 所以他才會說 這樣沒功倍 他也要個武器 怎麼沒功倍 我去祝武器 好啊你去祝武器 十日之曰 好 是不是 再戰 所以他會跟他約十日之曰 去借了兵器之後 剛我們看那一段就是 借完兵器 就繼續打了 對 又繼續打 那在武打當中 有拿武器跟沒有拿武器的 其實差滿多的 要怎麼打 我們先看看沒有拿武器的好不好 你看沒有拿武器喔 他只能 孫悟空就只能一直的防守 他擋可能 進攻比較困難 因為這個 長兵器的關係 他這個有沒有 長兵器 有個距離對不對 所以距離他可以做一些 比如說用刺的 有沒有刺的 砍 用砍的 這等於說孫悟空 你要進攻的話 其實是很難到他的 那個區域對不對 架數可能只能這樣 大概只能這樣子 又過來 孫悟空反應很快 有沒有 反應很快 他會翻 有沒有 這個動作 這沒接到就會這樣 再一次 有接到 馬上就接到 所以這個動作 馬上轉 轉 孫悟空也是很調皮 轉一轉 欸 哎唷 再跑啊 再跑 這個招式都是 團長自己想出來的 沒有 這其實就是傳統 有一個套招 有一個套招 有一個套路 有一個套路 然後你可以隨機 變化 哦 等於隨機變化 你要隨時想啊 嗯 如果你沒有拿 沒有 等於是說沒有套過招 你就拿起來 就這樣 哇 這樣滾滾滾滾 這樣就不好看了嘛 對啊 因為不會肉搏戰嘛 不會變成肉搏戰這樣滾 這因為 兩個都屬於大將類的 對 大將 所以他一出來都會看 嗯 我們說閩南話叫舊嘎 嗯 舊嘎 就看 看四方 對 再開始 再開始 看一下對方有沒有什麼暗器 曠擦擦 曠擦 曠 嗯 所以互相先看 有一個對峙的感覺 對 然後才開始 然後在自己 就是 孫悟空就比較多 躲的部分 防守 只要他有了這個 金箍棒 金箍棒之後 就不一樣囉 沒錯 打法都不一樣 打法完全不一樣 我們在影片當中是看到說 他把金箍棒變出來 是 變出來 還滿有趣的 是 他怎麼變 因為金箍棒 你剛有藏在你的手 袖子裡 沒有 藏在耳朵 不擔心 怎麼把它變出來的 其實用搓的 用搓的 搓耳朵 搓耳朵 這樣 然後再衝下去 衝下去的時候 變小的了 變小 就是下面就要插好 這金箍棒 插在這個五手上面 就會另外一個二手 要幫你馬上這樣插好 對 插好 要馬上就要打了 因為馬上他就要出來了 對 要馬上出來 就看到這一隻金箍棒 有沒有 那這樣子兩個人都是藏兵器囉 這個算短的 這算短的 短的 為什麼 藏的是兩隻手拿 對 藏兵器屬於是兩隻手拿 兩隻手 這還是屬於短兵器的 藏兵器跟短兵器 短兵器的武打 短兵器很多種 我不知道 這金箍棒就是整根的 這比較特別 刀 劍 刀劍 還有有的有鎚子的 鎚 有 我們有介紹過 對 還有奇奇怪怪的 反正很多東西 還有雙鎚 總之我們記得就是 短兵器就是單手拿 長兵器就是雙手拿 但是他們的打法會是不一樣 會是當然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 比如說你看棒子可以打 打 左邊 左邊 右邊 掃 掃 有沒有 掃過來 如果它被打敗的話 掃過來 有沒有 就鋪在地下 然後棒子 你看可以這樣 掃過來打 打過去 有沒有 真的用損的 試過去 如果你倒了之後 有沒有 打它頭 馬上閃 嗯 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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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第二台 然後這 有沒有 那招式 其實每個人 你只要記手都會 真的嗎 記手都會嗎 那我試試看 可以啊 可以啊 你來試試看 來 金箍棒 我就教你 左 右 掃 往內掃再往外掃 往內掃往外掃 好 就是這個 左 它用打的 好 好 一 二 掃內掃外 就這個動作 就這樣子 你會了我再教你 你玩 這樣聽起來蠻簡單的 可是有拿武器的手 好像 你的手 不習慣 這個長兵器比較難拿 這長兵器 現在不是換它攻擊 就 這樣就好 手 所以它打到這邊 要閃 來 打 打 掃 掃 掃 你看 掃腿 然後這要下來 再掃 對 掃 很好 來 我們一 二 三 四 好 預備 這要這樣閃 這樣子 這樣閃 不能看著這樣閃 要這樣閃 對 身體要動 是 來 走 一 二 三 跟四 很好 要嗎 是啊 沒錯 來 再來 一 二 三 跟四 很好 換它打 換它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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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樣子拿嗎 也是一樣 左 左 砍這邊 對 所以它閃這邊 左 好 往內掃 對 跳跳 跳 對 對 但是這個要 要好看一點 你看 好慢喔 我是慢動作的 你看 一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這個 這刀子要 這樣砍下去 對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跟四 三 四 把它劃過來 劃過來 砍出去 好 左手好緩慢喔 對 左手比較難一點 左手 來 一 砍 對 直接砍這邊 為什麼這刀都不聽我的話 砍 砍 對 好 一 二 往內 三 先往內 往內 先往內 三 三 我差點被砍到我自己 本來是木頭的 三 三 跟四 對 很好 這樣嗎 沒錯 好 今天 你現在方法都做對了 對 但是呢 我們要一二三四 然後五六七八 就是先它再它 這樣子 對 好 一 來 預備 走 一 二 三 跟四 五 六 往內 七 跟八 對 所以要把它 我快被打敗了 最主要 來 你看 來 你看 五六 四到五要做到好 就是四到五 這樣子嗎 對 一 一 二 往內 三 跟 預備要推就下來 對 這個手要打結了 真的沒辦法 我覺得要做到這個一連串很順暢真的很難 團長你再示範一次 我來示範一次 你看 先看 來 一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跟八 看 有沒有 有沒有 架住之後要說話 欸 無魔王 來啊 嗯 你 你是孫悟空 當然啊 我是孫悟空 就架住 噗 噗 唉唷 他們對打真的是很精彩 不只是比力氣 還有比武功 但是還沒打完喔 等一下我們來看看 最後的結果會是如何 馬上回來 今天的戲碼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是牛魔王大戰孫悟空喔 最後誰贏誰輸呢 我們先繼續看下去 ك不要哨 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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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做了 好 好 等一下 怎麼 小拍有姿勢的 不是姿勢 是暫停一下 我們拍到三天三月 沒需要 但是要怎麼 來啦 我幫你做兄弟 嗯 做兄弟 對啊 你看起來比較大 嗯 我看起來脈絞比較大 不是啊 年紀比較大 你做五股 嗯 可以 五股 五股 搞得 苗王 我們剛剛看到最後 打到最後兩個人 竟然變兄弟了 是 就不分勝負嘛 在打架也沒有什麼 浪費力氣而已 都很厲害 乾脆我們做兄弟 來 你的地盤就我的地盤 嗯 以前就是這個 你說 他們兩個其實就是 各地為王 占地為王 對 所以他們就是等於是 才會有後面的情節嘛 西遊記裡面 這個松武空之後 要去借芭蕉 對芭蕉散 所以遇到他嫂子 對 剛剛我們在看他們兩個對打的時候 其實招式很多看得眼花撩亂 是 但是 慢下來的部分 就是會是比利器的那個部分 對不對 如果說你一直都在對打 對 一直快節奏的打 但是觀眾會覺得 這個非常的撩亂 但是偶爾也要停下來 去做慢的動作 那慢的動作是什麼 你不肯做慢動作啊 不肯做噹 不肯做慢動作 不行不行 這是要快的 都是快的 那慢的動作是什麼 就是要架住 他總會有架住的時候 對 架住的時候 就要比利器 就把他 松武空想把他壓下去 然後一定要抬起來 比回來 對 壓下去 轉一圈 再壓過來 所以並不是只有在這邊打 因為整個舞台 有沒有 有沒有 那比利器最主要就是你的頭 頭 就布袋系的頭 有沒有 這壓下去 看誰出的力量比較大 孫悟空 你看喔 你看 你看 孫悟空出比較大的力氣 所以他頭的動的幅度比較大 是 然後接下來牛魔王 換牛魔王 如果孫悟空都不動的話 你看 你就會覺得 賊力氣比較大 孫悟空都不動 孫悟空力氣比較大 對啊 有沒有 你看這樣就比劃得出來 來啊 對 但是所以他們兩個力氣相當 你就要 有輸有贏 壓再過來 再過來 再過來 等一下你可以來試試看 有沒有 這壓下去 壓下去 咻 然後這因為是力量相當 就比較越難 其實力量相當比較難 因為你要讓觀眾 知道 誰力氣出的比較多 好 所以在 這個兩個布袋系 在操舞的時候 要讓觀眾看得出來 誰的力氣大 現在我要孫悟空要壓下去 所以他要處理多一點 對對對 然後你有沒有往起來 對 就這個 然後再轉一圈 再轉一圈 好 來試試看 再轉一圈 沒錯 來喔 因為這個布袋系的精華 就在他的頭 真的是在他的頭 說架好 架住 好 架住 看這邊 好 壓下去 那壓下去 當然是這邊先 好 因為你現在 你剛剛的動作 這樣 你剛剛的動作是 這是要壓下去的 對 我剛剛的動作是這邊 沒關係 你也可以這樣 就不一樣的感覺 壓下去 那我這邊當然要用力 對 用力 然後那我這邊就 起來 起來嗎 對 因為他們力量是相當的 好 好 壓下去 那我要起來的話 起來之後 然後轉一圈 對 夠到的 然後再轉一圈 然後再繼續 打 是不是 對 為什麼我的牛魔王已經歪了 歪了 歪太多了 那轉一圈的感覺是這樣 你看喔 我們會用這樣 因為這個比較長 你會變成軟的有沒有 對 我們會夾住有沒有 手會合起來 合起來就比較好控制有沒有 有沒有 比較好控制 這樣控制 然後頭出力 轉一圈 轉一圈 壓下去 轉一圈 壓下去 喔 壓下去 好 來試試看 這轉一圈 的動作 轉一圈的動作 好 這樣架好 對 你剛剛是這樣子嗎 對是 這樣子 然後轉一圈 壓下去 轉一圈 往內轉 轉回來 壓下去 這邊 轉一圈 壓下去 對 這個動作 是 但是 最主要就是 食指 的力氣 食指 從這邊展現出力氣的 原來是如此 所以你就可以發現 我們在打武打的動作 雖然可以打得很快 但是你偶爾必須要放慢下來 對 放慢下來 它可以造成 在視覺上 或者那個張力 比如說這一段 武打有三分鐘 你三分鐘不能一直再快快快 因為觀眾不知道到底誰 誰贏誰輸誰打了 對 它速度快 對 然後沒辦法展現 可以展現你這個很快 沒有錯 但是你沒有把它 就是一個三分鐘裡面 哪時候 哪時候緊張 哪時候緩和 嗯 對 那這個部分是 也要配合音樂囉 欸 當然啊 這些都有音樂的 對 當你緩和的時候 比如說做這個 唱唱唱唱唱 快的啦 唱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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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然後你要結束了 然後你就要劃改 嘿 叭大大唱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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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其實都有螺骨點的 如果你 一直節奏都很快的話 呃 視覺跟聽覺都會造成 觀眾的比較不舒服的感覺 嗯 因為他這個打得很 對 你打得太激烈 對 而且你在做的話 在做動作 比如說緩和的話 欸 这个古老他知道你的情绪 武打的情绪 所以他就会慢下来 就要跟这个古老做结合 那很多人有问题说 我到底是台下的乐师在看 这个演师在演 还是说你要配合乐师呢 我们说三分前场七分后场 后场很重要 但是因为我主演在演这个情节的东西 有时候他可能会快 有时候会慢 他就必须 古老就必须看戏 他要随时观察 那戏的感觉 他也要了解说 现在打到什么时候了 古老就是指挥 指挥整个乐手的情绪 就像情绪的奖励 一首乐曲哪时候快哪时候慢 在一个乐团里面 它是有固定的 但是在戏曲里面 它是要看戏剧 它是要看布袋戏 所以你今天打得长 他就必须要紧张的 要制造的长一点 没错 没错 原来是如此 好 那我们在这个影片当中 也有听到一句客家谚语 对 他客家谚语 其实这个其实蛮好玩的 木族本牛年佛 目族本牛年佛 目族我们知道眼睛 对不对 给牛年佛 就是牛年就是龙眼 就是龙眼的河 就是凸掉那黑黑的 放走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真是有眼不是泰山吗 没错没错 眼睛给人命 封掉这样的意思 看不清除吗 不知道这个是很灵害的 不知道这个是如意金箍棒吗 你的木族本牛年佛 为什么这样 你看看 你眼睛给龙眼瀚走了 那不管如何 他们最后呢 就是以前面打了 多么激烈 最后用大笑来做化解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最后听到说 做了兄弟之后 就有一个 對 有一個笑的感覺 這個很重要對不對 因為之前有講過 怎麼下台的方式 下台的方式 因為他們兩個是Happy Ending 所以比如說笑 比如說 高低 鼓鼓 高低 鼓鼓 鼓鼓 喵娃 哇哈哈哈哈 嗆到 低礦 摧摧摧摧摧 很圓滿的下場了 對不對 然後就可以結束說 好 我們不打了 我們做朋友了 是 就可以畫下一個 很好的句點 是 我們知道布袋戲就是 勸人為善 它有很重要的教育意義 像這一齣戲 最後沒有變成仇人 當然沒有 是變成朋友 好 我們今天謝謝團長 為我們帶來的這一齣戲 也謝謝你們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D D